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的时间室 我是外叔 天气慢慢热起来了 牙虫也多起来了 这些小家伙瞬息着嫩牙伤的枝叶 小日子过得不错 这根藤上这么多牙虫 看着有点毛骨悚然了 带走 牙虫抓回来了 上面还有一些蚂蚁 在收集牙虫分泌出来的糖分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这些牙虫到底长什么样 下面带大家看看牙虫帝国的正式情况 还挺有意思的 原来牙虫长这样 它们正在用刺稀释口气 插入嫩牙里稀释枝叶 这里的牙虫更加密集 这才叫寸土寸金 时不时还有蚂蚁路过 这里有一只成年带翅膀的牙虫 诶 大家注意看 这只牙虫屁股上这是什么东西 它好像在生蛋 边上这只好像也是 同一个镜头拍到两只牙虫同时产卵 这非常难得啊 快出来了 好像能隐约看到小牙虫的眼睛了 等等 怎么腿也出来了 难道牙虫是胎生呢 直接生下了一只小牙虫 这就离谱了 刚刚查了一下资料 牙虫可以同时存在有性生殖和孤瓷生殖 没有交配过的雌性牙虫 可以通过卵胎生直接生下小牙虫 而经过交配的雌性牙虫产下的是卵 小牙虫终于出来了 一落地就开始乱爬 找个合适的位置占坑 吸食第一口之叶 这只牙虫正在褪皮 诶 发现一只食牙银幼虫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条蛆 食牙银的成虫就是这个 一直被很多人误认为是蜜蜂 其实它是一种苍蝇 这只食牙银幼虫看起来吃饱了 我们再找找看 能不能拍到食牙银幼虫吃牙虫的镜头 找到了 我们仔细看看 这只食牙银幼虫快把牙虫吸干了 牙虫还没有完全死掉 腿还在动 弄下来看看 一只干瘪的但还能动的牙虫 生命力有点强啊 好了 今天我们看了一下牙虫帝国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挺有意思的 那就给我点个赞吧 谢谢大家了 诶 这两只蚂蚁在干嘛呢